美国这边有个另类的法官 他的判决往往是让人大快原心 因为他所提倡的是罪罚相当 也就是不一定要让犯人坐牢 但是一定要让他感同身受 像是之前有一名女子拿着胡椒喷雾 去攻击素食店的店员 因此法官判他同样让被害人 拿着胡椒喷雾喷回去 他的做法就是有一点像是一压还压的感觉 女子紧闭双眼在大庭广众之下 让男子以胡椒喷雾喷脸 这不是在拍电影 而是另类的美国大法官 齐克内蒂对女罪犯做出的判决 21岁女子加斯顿在素食店 持胡椒喷雾攻击电源 法官给他两条路走 一个是坐牢30天 另一个是接受以眼还眼 让受害男子拿胡椒喷雾喷回去 当然法官早就把胡椒喷雾换成 不会造成伤害的眼水 重点是要让女罪犯得到教训 还有这名女子搭小黄不付钱 超级大法官同样给他两条路选 一个是入狱60天 或是在48小时之内 得走48.2公里的路 偿还搭霸王车的代价 美国恶害二州的大法官 不以重刑来惩罚罪犯 而是用另类的判决 来代替入狱服刑 在美国当地赫赫有名 也受到世人尊敬 曾经有妇人把孩子抛弃在森林里头 结果被判决在大雪纷飞的黑夜 独自到森林走一回 体会孤独无助的恐惧 还有人因为骂警察是猪 被罚站在市中心 和真正的猪站在一起待两个小时 这位大法官提倡的是 罪罚相称的判决 不只让人大快人心 还能够让罪犯感同身受 学到教训 记者真一真综合报导